我们今天跟着住在五谷公寓的Amanda 去挑选优质的大楼 我们的这个达人他挑了两间 我们跟大家来汇整一下这两间的资料 看看这两间房到底该选哪一间 第一个物件是有21.66平 然后它的总价还挺高的 有1180万 但是它的优点是因为有免费的社区巴士 有五星期的管理 其实这些都是要钱的 然后它的缺点刚Amanda讲了 因为它的神明厅这样子的空间规划 对它来讲是很重要 可是它的客厅面宽觉得相对是比较小 然后物件二 这个房子最大的优点是在于 它有一个很大的露台 可是非常不巧的是它开门建造 然后它的那个总价相对很吸引人 是780万 这两个物件 Amanda 你有看中哪一套要选哪一个物件吗 没有 没有 决定都不选 因为第一间来讲虽然新 但是室内使用来讲的话 真的还是不太足 第二个来讲的话 它距离我们就是太远了 距离我们所现在脱离我们现在生活圈了 交通上面不方便吗 对 你说这个 是 但是它实际的使用空间你觉得OK吗 它的露台是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用不到那么大的露台 不赶快为自己再那个 那个加油打气一下 再说服一下Amanda吗 其实像以第二间来讲好了啦 像它的位置的话 如果说交通上 其实它有一个陈如桥 对外的道路可以到那个捷运站 比如说如果说老人家可能要去卢州采买啊 可能坐一班公车到陈如桥就可以 甚至坐捷运啊都还蛮方便 可是老人家干嘛要跑到卢州去买啊 它在住家附近买不就好了吗 在过那个陈如桥那边其实就是 大市场吗 对是有一个市场 会比较便宜就对了 可能选择会更多啦 选择比较多 对对对 这是我觉得第二间它的位置的优势 至于第一间的话就是在可能我们进去的话 可能就添购一些家具 可能像如果说神明厅的部分的话 可能就做一点系统柜的部分 其他的话可能就现成买家具的话 马上就可以住了 所以在购物的门槛就不会这么高 很高耶 购物门槛怎么不会很高 价格可以再 你现在180万耶 价格我们可以再努力 这是我们的工作 那个嘉明自己说了 他说这个杀价是他们的工作啊 没错 对不对 但可惜的是因为我们现在阿玛达 他都没价位啦 我觉得还是要以买方的需求为主啦 那我觉得阿玛达真的是现代好媳妇 你看他这两个房子不挑的原因 其实都是跟公婆有关 对 第一个他是觉得神明厅不好 因为公公婆婆要拜拜 对 就是信仰 觉得神明厅这个条件没有符合他的要求 第二个他觉得是离开原来生活圈太远 对原来的公婆 他们的习性跟交际圈 使用上面对也不方便 所以我觉得阿玛达这很难得 就是都以长辈的一个需求为出发点 去考虑这个房子 对 这很不容易 那我觉得就是说是以整个来讲的话 这两间的 看起来都不符合他的需求 所以我会建议说 其实阿玛达比较适合在你们原来的生活圈里面 附近去找一些比较新的 可能五年到十年都没有关系 然后空间可能也大一点 然后有电梯的 从公寓换到电梯 原来的生活圈 朝这个方向去找 可能比较容易达成他的期望 对 那我是觉得说 我如果是房屋 物件衣 装网上的花费可能会比较少 至于神明厅那个 其实系统贵都可以解决 至于他可能摆放那些供品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伸缩的一些台面 来供他使用 对啊 其实如果我会建议的话 我会建议物主可能 如果真的要选的话 对 物件衣可能会比物件衣来得好 相对来得好 还是不考虑 比较 比较倾向这个专家 对 玉如给你介绍的 玉如给你介绍的 我们这个台湾贺行部 跟那个家民看房子 其实已经看超过一年了 是 这条很坏坏 服务业都是这样子 你通常的客人也需要弄那么久吗 就看房子的过程 需要看那么长一段时间吗 因为房子 还是这算短的 它算是对 它算是短的 算是正常啦 正常 因为这个毕竟还是高总价的一个产品 那其实要做决定的话 因为在五股来讲 很多的购物需求都是以自助为主 那当然自助客的话 它在决定的时间的话 可能会比较久 那也可能会多 做很多的比较 对 那但是其实就 对啊 我们作为服务业 当然这是我们的工作 再找再找 我们的那个家民 他真的是 不愧是那个Top Sales 他非常有耐性 总有一天等到你啦 就服务那个Amanda 一定要把它服务到 找到一间 他梦想中的好房子为主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两位专家 一起来帮忙把关 那这个Amanda跟嘉明 两个人继续好好地找房子 找到了好房子 不要忘了通知我们 才不枉今天我们两位专家 坐镇帮大家提点 然后提供好意见 各位朋友大家不要忘了哦 下个星期统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 UDN TV 工房大挑战 买对房子富贵一辈子 我们有全台达人帮您找好房 下个星期 拜拜 那其实在五股这边的话 很多客户都是像类似像Amanda小姐这样子 蜘蛛客需求 那他决定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那其实在五股这边的话 长线来看的话 其实不管在蜘蛛上还是在投资上 我觉得都很有 非常的有前瞻性 那我还是一样会在五股这个地方 再看一个我比较能够接受的房子 再继续麻烦那个孝先生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